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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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之外就有这个影音上的差别了 但是人间这个人际互动 并不受语言的耶稣 现在有所谓六路空间隔离这样的说法 形容全世界的人只要经过最多不超过六个人 就能够联系到任何一个人 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交通方便的地球村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从这里在延伸到古代 华夏的人际的互动 因为有地形交通人文的各方面的限制 我们从先秦经文中所反映的婚嫁的距离 跟诗经国风所涵盖的范围 来看这个所有中原跟边陲这样的分野 跟人际互动的上限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字 就是七百公里 这个七百公里就是隐性的政治措施 与文化的概念的这个界限 对不起 例如古代的折官 被这个官员被贬折 流放 都是放到离京师七百公里外的地点 我们从语言分布 跨进历史学 跨进历史学科来看人际互动 发现这个计量的概念 贯穿整个华夏700公里 贯穿整个华夏 所以我们就是从刚刚说 这个向左跨一步到历史 向右跨一步到地理资讯系统 所以结合地理资讯系统 语言学历史 来了解人在古今的活动的它的范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际互动的范围 那么语言在哪里呢 语言是在空间里头存活 这个我们说 人当然在人的口里 所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 那么各位问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人的语言到底 哪一个最简单 哪一个最复杂 有没有简单复杂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语言 除了残障的智障之外的人 不管你是聪明的笨的 连笨的也是 不管你是聪明的笨的 除非你有残障的 或者好人坏人都没关系 都有语言 也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 而我们也可以说 每一个语言都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子从小时候开始 从生下来开始 五六岁以后 他就学会了这个语言 所以语言是简单的 每个语言都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可以说 每一个语言都是非常复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学家 一辈子都弄不清楚 当然语言学家是最不会 语言的了 就像数学家 他不会算数一样 那当然会计学家最糟了 他只会算别人的钱 经济学家呢 他每年都在预测 明年的经济怎么样 可是他预测来 预测过去 他只能预测 明年有更多的预测 这些就是 每一个学科有他的特性 我们语言学家 是不是只是学语言的 当然不是 我们语言学家 是学语言学的 那么做语言学呢 跟学语言不一样 语言跟 学语言学跟学语言是不一样 学语言学呢 是了解怎么样分析 这个语言的结构呢 它里头的因素 可是学语言呢 是没有时间分析的 语言是一个 语言的活动 是一个自动化的活动 就是说 你一说 你自动的很快的反应 你不能再来开始 考虑它怎么结构啊 足语在哪里啊 术语在哪里 胃语在哪里 兽语在哪里 然后说出话来 等于说出话来说 听话的已经走了 所以这个语言 语言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不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 那么同学问说 这个语言研究的领域 到底有哪些 我们说 这个声音 语言有声音 所以有语音学 这方面研究语音的 包括一般的语音 人的这个 发音的研究 还有声学的研究 这也是语言学的语法 包括这个句子的结构 篇章 整个篇章的连结的问题 还有语意 它的意思 还有词汇的这个 多寡 它的结构等等 还有心理的语言认知 大脑的活动 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范围 还有这个 我们社会语言学 是研究语言在社会上的功能 历史的演变 历史上 早期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这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要了解演变的过程呢 就是观古以见经 就是这个可以看过去是怎么样 就是了解一个人的活动的深度 计量语言学 有计算机来做来模拟人的语言活动的这些学问 语言学的 就了解小孩子 他为什么在一岁多的时候开始学习到两岁五个月的时候 学到比如说几个字起来 到两岁八个月的时候 他呼呼的就是说站起来 想起来 走起来 这个起来都加到很多地方去了 就是说变成一个非常能够有创意性的这个活动 所以这些是语言习得的这个方面 还有文学方面的关系 文学的意象 有同学说 这个文学是 文学的意象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 那么我们语言学家就要了解这个 什么是意象 这个意象呢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你这个文字里头所包括的 它的共同出现了这个词 所给的这个境界 那比如说秋天给你什么意象 各位想想看 我们说秋风萧射 对不对 所以秋给你一个萧射的意象 那就是语言学家就是把这个 所谓我们叫共同出现的词 萧射这个当作意象来做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当然今天还要看的就是语言的第一分布 所以这些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些部门 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语言地理分布 那么说到语言的分布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人 有语言 语言是跟着人走 那么人在哪里 人在哪里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分布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我们要去的地方 这是新丰乡 这是新都县的乡镇 从 这个这边是海边 这边是 这中央山漠在这边 所以这是海边 那么这新丰乡在西边 大家知道这个大致的这个范围 上海是新乌乡 这边是中立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个语言的分布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下 过去对于我们的语言的分布 这是新竹在这里 新竹县在这里 他说这是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年 他说新竹县这个颜色呢 是客家的家饮片 他说这是客家以外的地方 是吗 新竹没有人说闽南话吗 有没有 有吗 是吧 所以这可见是错误的 另外这个 洪卫人他说的 台湾北部的闽南客家的分布是这样的 这个新竹这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偏泉江的 就是说属于泉州江的这个闽南化的区域 那么新乌杨梅这一带呢 这是属于这样的 这是海陆江的客义区 好 那现在各位看得很清楚 这边是很明显的 闽南 这边是客家 是这样吗 我们 就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 各处都有闽客杂技 为什么他们这样 因为过去的方法就是把 这个语言的分布 当作一两个人的这个语言 调查了一两个人以后 就以那个地方决定 全乡或者全个区域的 也许有这样的分布 那么这个是 好像是 这个是石济生教授做的 他这个客家呢 有四线 南蛇 有海陆 那么 新丰香呢 是海陆 杨梅呢 是四线 这个湖口 也是四线 不对了 有两点不对 第一 湖口 主要是 海陆为主 就因为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这是我的邻居 第一 第二 语言并不完全跟着行政区走的 这很多都是闽客杂技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还有一个 钟农副他说 这个新丰香是客家放言区 完全是客家 那么我们说人在 我们说语言跟着人走 人在哪里 人住在家里 语言就在家里 家在哪里 家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们所要看的就是 就是说 过去呢 只是 有好几个同学问我说 为什么你做这个语言分布的研究 现在应该知道了 就是过去的研究呢 是把语言当作一个 一两个人来 一两个人来 以偏概括整个的乡镇 可是我们现在是所追求的就是做很微观的很细微的这个分布的调查 说语言在哪里 在人的口里 人在哪里 在家里 这个家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从科技公司所得到的航空的照片 航照 航空就这个是从 这部分是从飞机上照的 不是从卫星照的 卫星上也可以照到那么精心 我们这个是从飞机上照下来 那么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科技公司它会做这样的照片 做什么呢 现在这样的照片很重要啊 各位家里或者已经有了汽车导航 那就是根据这些照片划出来的道路 这些做导航才知道那个问题 另外地级的问题了 以前是界线里头买一块石头 就是这个我们的界线 那你晚上就把它挖起来 副石而走 搬到别的地方去 界线不就换了吗 可现在你有这个经纬度啊 有这个坐标 这些你就没办法办了 所以现在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用处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住宅住家 人在那里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开始在信封乡做调查 当然有些是做民语的详细的调查 有些是要了解客家的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闽南话里头 你们说什么 这个是什么 汽啊 有人说河哦 有人说河 所以我们要问贤不河 有时候我们带着这个照片 因为有时候先说 问他说这是贤还是河 那已经有偏见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看照片 可是有时候他们被我们问的时候 他们很生气 说贵你不知道 那我们就说谢谢听到了 他说贵不是说鸡 你们有人说鸡嘛 对不对 鸡跟鸡 那么这个是 这是 这是下面 Deko还是Deko 有人说Deko 有人说Deko 我们在问的就是这个变化 他的声调的变化 有没有一样不一样 我是说Deko 有人说Deko 所以我们就问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字 这就是我们录音的过程 在这个工作 那么 刚才那个是我们录音的材料 我们还带着地球定位系统 到人家家里门口去定位 这两位助理 他在这里 记录他的地理坐标 回来以后 在这里输入到电脑里头去 所以我们整个做了多少 一万多户 一万多户 每一户的地址 他的号码 我们的编号 他是上康村 康之口路 几号 这里有一个盖住 就是人的复杂的姓名 因为我们跟他们说 我们个人隐私不会给人家看见 这个人我没有调查 没有亲自调查 有些亲自调查 我们就有他的年龄 他是男的和女的 他的那个语言 这个语言呢 是比较复杂 我们常常问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你说你的家里的语言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现在在这个敏克杂记的地方 告诉你 他本来是从外地嫁到这里来 自己是客家化 可是嫁到门南人的家里 那么他问我们说 你要知道什么 我们说我们都全要知道 那么就问这个话 就是说 你现在在家里 有没有一个觉得家庭语言 就是家庭语言 就是你在家里用的比较多的 是你可能跟你的孩子说国语 可是跟你的丈夫呢 是说门南话 还是说客家话 跟你的这个婆婆 或者这些长辈 说门南还是客家 他们会告诉我们 我们做这个研究 做400多户 非常仔细的这样研究 研究了解 这个传承的问题 语言的活力的问题 门南话 有没有在年轻一辈 消失这些问题 然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你们觉得自己是门还是客 有人是说 我们是可以多重认定 也是门也是客 因为他是客家人 嫁到门南的家庭来 那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主要的家庭语言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语言 那么他就说 我们应该算是门 那细节呢 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 不过这里头一共有一万多户 我们没有每一户都做 我们做了好几百户 做了仔细的 这个语言活力的调查 其他就是了解一下 其他的门课 这边是地理坐标 这个是不是太烦了 各位睡着了吗 睡着可以下面 有时候演讲 老师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很重要 就一直讲 讲了学生都睡着了 睡着了 他就看看好几个睡着 他就叫那个学生 说同学你把隔壁的推醒 那同学说 是你把他弄睡着的 你自己把他推醒 所以隔壁有人睡着 你稍微帮忙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最仔细的记录 那么什么叫 地理资讯系统 地理资讯系统就是 背后是一个详细的资料库 表面上呢 是呈现它的属性 想这样 我们刚才的那个资料库 现在呈现这样的属性 就变成这样 就是在新丰乡 有四县客家 有外省 有印尼的 有其他不太清楚的 有东西的客家 有美农的客家 有原住民 有海陆客家 有马祖来的语言 有菲律宾的 有闽南 有缅甸 有饶品 所以这不是刚才说 刚才各位还记得是 或者米或者克 或者完全是米 或者完全是克 不是那样的 这是相当复杂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 这个复杂的现象呢 就是因为新丰那里 有一个新竹工业区 过去二三十年了 二十几年来 那里有很多移民在流动 所以我们这里有相当复杂的语言 那么现在最主要的 最明显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蓝色的圆圈 那是米南话 一个是红三角 正三角 就是这个海陆客家 那像海陆的话 是红三四 一二三 红三四 可是事件是红三四 他们不完全一样的 那么米南当然是级能三四 所以我们也常常问 用这几个字 就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强调 那么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 这里 这是鸣 这是客 这是鸣 这是客 这里有一堆鸣 这是鸣 这里鸣客 杂居 这是真正的语言的实际 是我们所调查出来 一万多户的 每一家庭的语言的分别 用彩色 用这个形象做出来 所以刚才看到了 这个资料库呢 像户长谁谁谁 他的什么语言 就把它画成 表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方言的围观分布 那么一看全乡的话 这也是这样子 当然有些是被 因为这个地图小 所以把它盖住 但这里还是有鸣 鸣客的 有客家人 有鸣 这是一个整个全乡的分布 那么我们 还到云林县 鸣贝乡 南洋村去 这是南洋村的 但鸣贝乡 整个鸣贝乡 我们去做了调查 这里头可以看出 蓝的还是闽蓝 这是五角的 红颜色的是赵安客家 所以各位看到 可以看出 它不是一个纯的方言区 它是语言混合在一起 这是族群杂居的情形 所以我们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 新风乡一万多户的语言别的调查后 跟中正大学合作 进入赵安客宇的云林县 沦贝乡 做同样的微观调查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 七千多户 这个鸣贝乡 一般在教科书上是说 语言学的教科书上 说那里是赵安的客家化 我们最先也认为是那样 所以去做调查查查查 结果后来查到水尾村的时候 发现那里有 海陆客家 不完全是赵安 所以改变了这个看法 以前都是以为是完全是赵安的 其实不然 所以我们现在 做的就是这样 那接着就是说 你们知道 客家人的信仰的问题 客家人他 关于 他拜的神 客家人有一个特别拜的神 就是叫三三国王庙 三三国王呢 他们这个是从 潮州接阳那一带过来的 因为在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皇帝在 作战的时候 突然局势很不好 突然间 来了三个先人救了他 后来就 呃 宋朝的皇帝就把他 奉死为这个 这个三三国王 那么这是在 潮州客家人的地区 所以这是客家人所 呃 奉死的 呃 这个 山神 到台湾以后 他们把这个香火 传到台湾来 大部分是客家人传的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在 赵安这个地方 三三国王的庙 旁边 都是闽南人 很多闽南人 所以要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 以为三三国王庙 就是闽南人 祭拜的 其实他 因为闽南人 那个地方的 赵安的客 或者其他的客人呢 这件消失 其他的这个客家人 这件消失 就变成一个 闽客杂居的地方 就好像在庙旁边 就是一个闽南人的 但是他的来源是属于客家的 那么 以言社区这个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 这里 就看到这个 以言在族群的 杂居的社区里头的分布 几百年来 因为台湾有移民的关系了 许多地方都不是清一色的族群 这个 问题跟移民有关 但是在长远来说 一个地方 它 语言会变 为什么语言会变 因为语言不变的话 就是死的语言 活的的话就会变 任何活的东西都会老 或者会改变 会长大 会变老 语言会改变 所以语言是活的话 在一个地区 它有 跟别的地方不同 有 可以 有些理由是 来的时候就不同 另外一个理由是 在不同的 区域里面 它自动的 一个社区 它语言会改变 我们说台湾 各地语言上有细微的差别 可以说是 这个十里不同音 那么我们说在 语言口耳互动的模式下 语言设计 这个大概不超过一两百里 从台北到高雄 语言有很多差别 有一次 我觉得我这个 语言专业 我专业的至尊 受到很大的伤害 因为有一次我去坐 我坐计程车 上去我跟这个司机 讲了三句话 我 听不出 他是哪里人 他问我说 你是心里对了 他问我说 你是心里哪里人 我说不可以这样问啊 我一个语言学家 大家都听不懂你的口音是哪里的 你竟然在我三句话之后 你就知道我是心里人 这不可以的啊 这对我的语言 专业的至尊是很大的打击 不是吗 我说我来开计程车算了 不过这件事情 我后来报复了一下 有一次一个人在高雄 跟一个 一个 我们在开会 有一个人是从台东来的 他讲话 讲讲讲讲 讲明朗话 我问他说 你是南港人吗 他说哎呦 瑶秀 我是松山很接近 嘿嘿嘿 口音 我觉得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他那个口音跟南港很近 他说差不多 他是那个松山人 所以他还在义贯呢 所以这次我 终于猜到别人的语言 那么我们把这个方言这个范围 扩大一点看看 就是说再看别的地方 我们说从北京西行 我们现在建议进入这个华夏这个区域 就是中国大陆 从北京西行两三百里进入 进雨去进雨就进雨就是山西的 这个方言进入进雨去 再西行三百公里是西北方言 像陕西啊 甘肃啊 新疆这一半 而一个方言区呢 还有许多变异 现在这样 古代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知道 因为有很多语言调查 古代也是这样 在汉朝杨雄的这个 方言这本书里头呢 他说近这个地方就有什么 近啊 近的北边了 还有情跟近之间了 还有情境之际了 还有情境之交了 还有自观而息 这个自观 这个观是韩古观 韩古观在这个黄河 是边上 自观而息 情境之故都等等 所以把这个境又分了很多地方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他有很多小区 就古代 他这个 讲 讲到这个是汉朝两千年前 就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的范围呢 是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人的范围 这个人的语言互动 是人最紧密的交集 就是口耳相传嘛 既然语言设计 最多两三百里的范围 为什么语言里头提到 遥远的地方叫做千里之外呢 为什么很难达到的能力叫做千里眼 你可以看很远 还有千里马 就一天能够跑一千里的马 这就是很难达到的 就这个千里的问题 这应该跟人的活动范围的上限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我们的活动范围 到了千里以后 就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就有点 没有力气了 超过不了 所以我们从语言延伸到其他的互动来看 人际关系的地理范围 然后再回来看语言在地理距离上的反应 希望从微观研究 延伸到人际关系的宏观理解 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看的 那么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际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说人际互动并不受语言的约束 不同的语言还可以跨过这个跨过去 人际互动可以这样的 那么刚才信封乡 他这个有密有克 那那些人怎么互动呢 他们可以说闽南话 可以说客家话 但是有人也可以 他是 现在是很多人是三生代的 就是说国语闽南客家 像我小时候就是会说这三种语言 那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北部的人 尤其北部的太平洋 这个语言在消失 就闽南话在消失 自己的母语在消失呢 我的解释是你们这个太小就被送到幼稚园去 在那边大家都说国语 然后呢就没有失掉了自己的母语 那像我的话小时候是在家里放牛的 所以我们这个在山上放牛 这些都是我们的语言 大概有这样的不同 那么大家现在 要恢复自己的母语的话 就跟着我去放牛吧 我们说在古代的交通环境的限制下 人们互动的上限也表现在语言里头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所谓六度 六度空间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六度空间 六度空间是哪一样的 六度的意思就是说 六个人的意思 他那个说 这是其实所谓六度空间 这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剧本 它有这样的名字 六度空间隔离 它的英文叫 六度空间隔离 那么但是它在那个 人际的关系的应用呢 是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 好像很好的 对人的紧密的关系的一种描写 比如说有人是这样 从美国西部 经过熟悉的人 认识的人 你不一定是完全你认识 但是你认识的第二个 他认识在下一个 这些都是这样认识的 把一个包裹 从西部传到波士顿 东部去 需要几个认识的人 结果就是不到六个人 找个就可以传到 最近有人在找人 找一个人 经过不到六个人 在网路上一公布 不到六个人 就找到一个 一个很隐蔽的一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所谓一个 It's a small world 就是小世界 一个地球村的一个现象 那么 大概你们也许问我 怎么可能呢 其实很可能 比如说你一个 非洲的一个什么 部落的某某人 你现在问我 能不能找到这个人呢 我想不太难 因为 很不幸运地问到我 因为我在1970年的时候 在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个时候是 美国语言学代表团 那个我在那边 我们这个团在那边 访问的时候 住中国的大使呢 就是老布希 那时候没有事干 经常找我们去吃饭 吃饭 所以我认识布希 那我认识布希 布希当然认识他的孩子 就现在的 总统布希 这个总统布希 当然认识非洲 南非的一个 总理 那总理当然认识这个 部落的某一个人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那么小的 那么有人就用网络的 这个信息来测验 就是是不是真的 六度空间 只有六个人就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 这是表示一个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现象 那么 在这样一个小世界里头 这弱势语言 有濒临流失的危险 这是同学们问的 你各位注意到 这个字跟刚才的字不太一样 就是我最后来加的 提醒各位 就是回答各位的问题 现在据说 全世界有六千七百种语言 标注语和共同语 是弱势的语言 比您流失的危险 这个现象 各处可以看到 我个人的经验是 1962年到高雄县 山林乡 那边去做语言调查 那个叫 我们叫卡语 那时候有六十五个人 会说这个语言 现在只剩下 两三个 这两三个 一凋零的话 这个语言就没有了 还有我们 一些同事 像李仁轨教授 他研究的 平补足 这个 有 很多都找不到语言的 他大概 不久前来 认识一个 很老的 只有他一个人 会说几个句子 几个字而已 所以这些语言是在流失 前年有一个 好像是美国的一个机构 来台湾拍 宾 宾为 宾为 宾为语言的这个 电视 他的题目叫做 The last speaker 注意听到 没有s 不是 The last speaker 他说 The last speaker 用这样的题目 所以有很多语言是消失到 只剩一个人 有些真的消失了 就没有了 那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在1993年以来 提倡维护弱势的语言 包括这个 提倡母语日 提倡大家对这个 多元文化的认识 对多语言的接受 这些 所以我们说这个 多元文化 多语言社会中的 语言拼圈的问题 也就是提出来 要挽救 要并为语言 这个流失的现象 这是语言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地球村 跟语言的流失这个情形 因为有同学问这个问题 这些有三角 这里头有些是 越黑的 深 比较 沉入越 越深的 就是流失的越重的 这些就是非洲的 这么多的语言在流失 最近 这是南非洲的一个例子 刚才我讲的是 台湾的原住民的语言 像卡伊拉 还有停不住 这些都是 那么 单一这个语言 跟这个语言多样性 这个历史 也蛮有意思 在1887年 德国的 柴门霍夫 中文的翻译叫 柴门霍夫 它创造了一个语言 叫做 Esperando Esperante 就是 希望的意思 Esperante 就是希望的语言 什么 什么希望呢 它希望 大家能够学一个语言 全世界能够学一个语言 用这个语言来沟通 避免 语言的不同 或者族群的不同 引起互相间的对立 这是很好的一个看法 但是 一百多年来 这个概念改变了 现在概念不是 要你学一个语言 来互相沟通 来了解 来制造这个世界和平 而是在欧洲共同体 在欧洲的这个 European Community 在欧洲共同体 他们提出一个语言能力架构 2000年代 2000年代 这个提出语言架构 就是说 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各种不同的语言 这样促进了解 以前是说 学一个语言 大家得了解 现在是促进 学各种语言促进了解 这就是了解 这就是接受 语言的多样性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一样 这么一百多年来 概念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汉语的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这个主题来 我们说这个距离的问题 汉语的距离 有一种极数 就极大的数目 这里头 汉语自古以来 就常常以千里 来描写极大的距离 或难以达到的这个地步 所以像千里条条了 千里马了 千里野了 千里之外了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千里之远 这些都是这个千里 就表示 这是一个 我们很难达到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他千里 相去千里 四字毫里 密尾一千里 或差一千里 差之千里 不远千里而来 日行千里 脱地千里 一个国家 脱地人千里 一日而千里 千里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极大的数目字 这些 那么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这个古代人际互动的一个距离 我们刚才是在讲这个题目 但是转到别的地方去回答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些也看过了 我们要提出一个看法 就是这个700公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了解 口耳相川的距离 还有先秦 这个诸侯世家 婚家的远近 也都是700公里 还有就是什么 中国这个概念 跟中原文化这个概念 来了解700公里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 古代口耳相川的故事呢 是这样 这个 未来要论证 在古代华夏的地理环境中 以交通攻击的限制下 一般人计活动的范围 不超过700公里 先看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汉朝 印象的 《封诗通语》 他写的是 三皇五霸 还有一些智怪的东西 这有些是记载的口耳相川的故事 《封诗通语》是我大学的时候写的 学士 你们现在学士不需要写论文 我们那时候学士需要写学士论文 这个《封诗通语》我还想到几百页 是用文言文写的 不过现在文言文已经不行了 太久没有了 不过我们回去看一下 这里头有一些蛮有意思的故事 他说 《封语》《封语》《云中太守》《尾上》 《鞭子梁将也》 《匈奴长饭赛》《为寇》《尚追之》》 那么这是一个故事 那他故事发生在哪里呢 《云中》这个地方 还有《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妹 这个《西门亭》有鬼 这个《西门亭》有鬼 宾客树子 在那过夜的时候有死亡 有鬼把他抓去了 所以我把故事发生的地点 用这个ESRI 就是这个公司他做的地理咨询系统 还有谭西乡 1991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再加上中央研究院的 中华文明时空建构这个图层 建构了地理咨询系统 下面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地点 我还不在这里等一下 这个故事的地点 在这里 这些是以地理咨询系统 所建构出来的 《封书通义》里头 所记载有故事发生的地点 像这个云中 刚才说的云中 华音 蓝天 洛阳 陈国 这些 红点跟有地名的 都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那么我就从这里 说这个量一下他的距离 那他封书通是印少写的 那么怎么量距离呢 我说印少是河南辱南人 这个地方 辱南是现在的河南的巷城 从小在洛阳生活 后来拜泰山派手 泰山在山东 如果以洛阳为中心 我想那个时候 他是在这个地方 从小时候 在听到一些故事 从以洛阳为中心 测量故事发生地点的距离 大多不超过700公里 700公里 例如从云中到洛阳 有644公里 故事可以跨越 以言设计传播700公里 可以说是人际之间的 cora相传活动的范围 就是说你这个写在书上 书可以流传得很远 但是cora相传的话 能传多远呢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最远的 算是云中到洛阳 这是算比较远的 洛阳跟易阳之间也超过700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超过700 不过大部分是在700公里之内 那这是一点 另外我们再看 700公里的上限 还表现在先秦诸侯世家婚姻的 这个婚嫁的距离 陈仑老师他是专业研究员 在研究西州春秋战国时候 诸侯女子出家的方向 大致于驾向北方为多 你们想叫到哪里去 你们现在简单的 坐到飞机就驾出去了 就到好几千里之外 都可以 你到美国西部的话 6000多公里 6000多公里 随时都可以去 12小时就可以到 可那时候的人呢 是很难的 这是英州的经文集成里头的 一个踏片 这是一个鬼 或者写上这个鬼 就是一个器具 是青铜记作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陈侯座王归 这个归就是这个归 这个字呢 是印鬼 就这个字 七万年永保佣 就在这里 陈侯座王归 印鬼 七万年永保佣 那是什么意思 就陈侯 陈国的这个 祝侯座王归 做了一个印鬼 印就是谁嫁的东西 就嫁妆 谁嫁的一个器具 给归这个女子 应该是他的女儿 这一类 他嫁到哪里 嫁到周王氏 所以叫王归 所以现在王就知道 他这个是从陈国 嫁到王归 而这又是西周的器物 那么我们就知道 他是从陈国 嫁到周王氏 他的 这样的方向是 往西北去 因为乘在这个东南 距离了五百五十公里 那我们还看别的 是邓国嫁到贤国的 有六百九 邓嫁到楚 这个就是往西南嫁的 两百 陈国嫁到周王氏 是陈州 这因为是东周的 所以是陈州 就是洛阳 只有两百五十 陈叫到邵 这个是念邵 往西北加六百五十 蔡叫到五 东南六百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陈叫到这个中周王 有五六百 那么这个叫到邵 这个地方是邓叫到邵 有六百多 这个邓叫到楚 两百多 这些叫到朝 叫到魏 所以我们把这个 用地理资讯把它做出来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第一 往北或者往西北 加了魏多 理由是 楚国在这个地方强大起来 他压迫这些诸侯国 所以诸侯国就跟北边联合起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距离 这个 大距离的都不超过几百公里 所以我没有两个七百公里 最先 库尔相站不超过几百公里 最初价不超过几百公里 好 这个这条线大家记得 那么 他到底怎么走的 当时的人怎么走的 他这个时候 喜卓寅老师说 根据诗经小雅大东这篇文章说 周到如底 像一个石头 磨的石头一样 很平 其直如始 他这个直的像箭一样 君子所理 就是这些官做官的人 所走过的 小人所示 只有那些 一般平民只能看一看而已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古代像周 秦 汉 有些 国家的道路 叫辞道 这是为军队国家用的 一般人是不能用的 所以他这个 君子所理 小人所示 这里还有挑挑公子 行笔 周 不知道念行 还有念行 我不知道 这是周的那个道路 他这个 他用这样的这个诗句 还有其他的诗句 认为周到和周行的是 贵人车架的辞道 又从近年发掘的古车移物 认为 周代用牛车载货 马车载人 一车能够称两三个人 他又更引黄寒飞子这个 南四篇说 铺两马故车 有很好的马 有艰固的车 五十里而一字 五十里有一字 这是什么 就是等于说有一个驿站 就五十里有一个旅馆 那就是说差不多是一天的行程 所以这个五十里呢 大概是二十五公里 大概是一天的行程 那么七百公里最大距离 可以有不同的前世 可是我们认为是 这是当时人间 这个互动范围的上限 也可以说是政治联盟的需要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当时有这个 运输的关系 那做到 就做 做到这一点 这是大概极限 那当然 后来历史上 有人像这个 张谦抽死西域 超过七百里 这就变成历史的 这个特殊 非常事件 像元朝的帝国 是横跨欧阳大陆 这个 成吉士岸 往西 扩展到欧洲去 这都超过七百公里 这些都是变成历史的 非常事件 那么平常的事件是什么呢 不超过七百公里 你们知道 我这里给各位说一下 这个 这个 他 很快的说一下 这变成一个中原的这个问题 就上古时期 殷州 殷商是山东的 周人是来自陕西 殷朝晚期 周武王在陕西一带经营 那么他下一个皇帝就是武王 东征灭商 这就是那个牧野之战 后来把商灭了 建都封义 这在西安的那边 陈王的营造洛邑 实际这样说 陈王在封 那么使少公赴迎洛邑 洛邑 这个 如武扬至于 就像武王当时的计划 周公赴补绅士 他这个 周团会占卜了 后来就营造了这个洛邑 居九鼎 就把国家的这个重器 鼎放在那里 说这个是天下之中 在天下之中 四方入共到里 意思就是四方来朝共 它的道路呢 是一样的 长 就那是中间 所以西州人认为洛邑是在天下的中央 四方来朝共 道路一样长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 这个1963年初读的陕西 初读在陕西 宝基市甲村的这个和尊 这个和尊 这个和字本来写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把它立画 开画面这样 是周成王这个时候的器物 明文说 明文有中国 这两个字出现最早的文献 它是解中祸了 祸就是在金文里头 就是国的意思 他为王出千载于承州 唯武王即刻上大义 所以提告天下说 我把它过去 与其我现在在宅 知中国 我现在迁去到中国来 自知 从这里 一名一名就管理天下人 这就是中国第一个最先出现的 在金文里头出现 所以春秋战国时候 侯国世家大多分布在现在的河南一带 从文化层面看 以河南为中心来度量 700公里外 古代认为是北迪 西戎 东夷 和南南化外 这个700公里 就是中原跟边陲的分野 这700公里的范围在春秋战国 就形成了中原文化区 以下我们用诗经来看 这个诗经里头 第一篇不周南 乖乖乖焦乖焦乖在禿双吗 然后有少南 有北 卫 雍 这些 汤 王 臣 这些廳 这些都是在这里 我们再把它量一下 以这个为中心 700公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春季时候已经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以成州洛邑为中心点 到国峰各国的地理距离也在700公里之内 700公里之外就被认为是边陲 是文化不很发达 甚至是蛮荒地区 这个700公里在后来就变成了隐性的政治措施的分野 尤其是折观放逐大多发放到700公里之外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700公里这个东西来了解整个历史 所以这整个贯穿整个历史 所以说从春秋战国文化中心半径700公里内成为中原以后了 700公里外就被视为边陲 人际活动在当时交通环境下 有些地理上的限制 我们以700公里的理念解释历来放逐的措施 在语言里这个观念也表现在词语里头 像刚才说的这个不远千里而来 谢谢 那么贬折 这个历代文人学士从经诗发放到外地 对边陲的地理距离有极其遥远的感受 比如说唐大的柳宗元 责官大柳宗 他的诗句说 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时投光十二年 六千里没那么远吧 寒一被贬到岭南 他的诗作说 一凤昭咒九重天 细贬朝阳路八千 有八千里吗 扬言被流放到海南 感叹说 一去一万里 千之千不还 有一万里 实际上各贬折地 以王级就是京师的距离 没有六千到一万华里 是因为自古以来形成了中原的概念 使人觉得边陲是数千里外的南方地区 我们利用地理资讯系统 从语言互动的范围讨论语言社区的大小 从而延伸到人群交际的远近 西州春秋战国世家女子 随家的青铜印记的名文 刚才说的 所反映的婚家距离 大多不超过七百公里 汉代印少封书通义所记载的 口耳相传的故事呢 也都发生在七百公里内 中原七百公里外 就被视为蛮黄边陲 所以古代的责观就发放到七百公里外 我们来看看 这个汉唐盛世的时候 贾夷就是汉朝的 汉朝韩裕 刘仲淹 刘仲淹 刘仪淇 白金裕 李德裕 宋代的范仲淹 苏氏 黄庭坚都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来看看 韩裕他说一风昭若九层天 细点朝阳鹿八千 柳中原 他说一生去国六千里 万事投降十二年 他这个多次说是认为是很远的 杨原他说一去一万里 千只千不完 我们说从荆兆府长安 长安的荆兆府 发放到海南的直线距离 应该不到一万华里 或是五千公里 不过陆路湾区水道艰难 一去一万的干涉是可以理解 这是文人的描写 我们看一下实际上的路 从这个阎公望老师 他研究陕西蓝田五官义城 细缩路途 出长安东南行 经蓝田县 记得蓝田吗 蓝田日暖亦生烟 对不对 这是蓝田 这是产域的 出了蓝田官 经商州商洛县 出五官 陕西 西安那带 叫关中 对不对 为什么叫关中 南有五官 东有 这个 韩谷关 西边有一个关 北边有一个关 所以他叫关中 就是青川八百里 非常富属的地方 那么他这个 从那里望南行 出了京 邓州 京南亚 南行到邓城县 至襄阳 翻一千一百一里 他说是 实际上有一千一百 因为走来走去 可是我们从地理资讯系统上量 这个长安跟襄阳的 直线距于 这三百八十公里 就是七百六十华里 我道路七区 沿宫量出的 一千一百华里 比直线距离的 七百六十华里 多出三百华里 所以文人感受的 路八千 去国六千里 一七一万里 表现了路途艰难的程度 其实上没有那么远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他这些 韩谷 柳中原 刘雨昕 严整 白基 李德宇 他们流放的地点 都在这个红的 圆圈之外 这个红的圆圈 是七百公里 就在地理资讯上 这七百公里 可是他们都在这个之外 所以 注意到这个七百公里 各位可以看到 很快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 从金兆湖到广州 潮州 只有 是 一千四百公里 柳中原 他说什么 六千里 他只有 一千 一千 多公里 柳里西 七百五 只有这个圆整 他只有 三百 三百基 其他都是 在七百 七百公里之外 这是我们 所要 抓住的 这条线 那么 圆整之外 其他流放距离 都是七百公里 大唐盛世 边陲 已经向外延伸了 唐潮州 复原很大的 他已经向外延伸 流放的距离也更远了 可是 中原跟编辑的理念 还是深植人心 大家都 熟悉的这个琵琶星里头 白剧一说 寻阳地弊 无音乐 中岁不问 四足声 是这样吗 不一定是这样 一定会有当地的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音乐 比如说现在的河南 湖南人 他那个时候 也被当作 就是七百公里之外 是一个满荒地区 湖南人说 哎呀 燕望啊 我们这里 文化非常高的 为什么 常常说 我们这里是一个 满荒地区 就是因为古代 有中原跟边陲 这个七百里的观念 可是 他们现在有些地方 就靠这个赚钱 广西那里 就有一些 以前 官员被流放的地方 他们现在就 有很多庙啊 这些是观光的圣地 所以他们靠他们 就赚钱 那海南岛也有五公尺 就像苏氏啊 还有几个人到的地方 他们现在有五公尺 都是旅游的圣地 所以这些 现在是 旅游的地点 但是 他们并不认为 他自己 湖南人 并不认为 自己是一个 埋荒的地方 比如说 汉墓 这个 马王堆的汉墓 所挖出来的 一些 丝绸啊 这些文化 遗物啊 都是非常先进的 他们并不觉得 自己很落后 但是在观念里头 这已经超过 七百里之外 所以 常常被认为 是一个 埋荒地区 你看看 这个宋朝的时候 范中原 苏氏 黄庭坚 被扁着的地方 也都是在 红原圈 红原圈之外 那个时候 宋朝的那个 首府在 开封 开封 七百里之外 都放在七百里之外 他那个时候 国家 中原机关 这个 朝廷是没有 拿一个东西 来量的 但是他们有 知道这个 什么是 中原 首是边缀 所以这都是 七百公里之外 你看这个 圆圈有同样的 范中烟 六百六 苏氏 一千七 黄金间 九百九 都是七百公里之外 元代的流放 很有意思 这个元代 复原广阔 对于放逐原始 这样说 要流放的话 男人 不是男人 女人的男人 是南边的人 迁于辽阳 以北之地 北人呢 千亿南方 湖广之乡 所以北人 就是李真人 或者说 有些人李直 本来就 居住在北方 自然要流放到 北方之外 当时的 金氏是大多 就是现在的北京 北京以南 七百公里外 就是湖广地区 所以这是一个 七百公里之外 你看一下 这个地图 都睡着了吗 这个元朝的首府 是在大都 就是现在的北京 流放七百公里之外 就是古广行省 这是北方的人 流放的 南方人要流放这边 他不能说流放到辽阳 他要说辽阳 以北之地 因为辽阳就在 这边是一两百公里之内 所以他不能说有辽阳 要说辽阳以北之地 这就是为什么 他在新法上这样说 所以我们说 男人往北流放 不能说男人迁移辽阳 因为辽阳的西南边界 到离大都 只有一两百公里 放途要发放到 离金氏七百公里外 所以说辽阳以北之地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语言来 这个语言的里头 表现的距离的极大数目 就是自古就是千里 像刚才说的 千里条条 千里满 千里之外等等 这些千里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古代的里 可能各个时代的长度 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一般来说 一个华里大概半公里 千里就有五百公里了 千里并不是刚好一千里 而是多于一千里 所以七百公里 是这个一千四百华里 因此我们可以说 千里可以说是七百公里 这个概念 正合我们所提出的 华夏人间建筑交际 七百公里的上限 所以我们现在 所走过的 所做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地理资讯系统 配合以家庭为单位的语言调查 建立新竹县新丰乡 与云林县 门贝乡的语言分布资料库 显示 族群杂居中的语言分布 从分布延伸到 人间交际 发现古兰有一个 七百公里的人间互动的 距离上限 用这个上限来解释 责观放逐的措施 以及其在语言 词语中的反应 为历史措施及词语行程提出的解释 所以我们现在 刚刚说的 我们从语言开始 我们向右跨一步 进入地理资讯系统 向左跨一步 进入历史 把历史上的一些现象 一些活动 人的互动 把它解释 这里有一个七百公里的这条线 这就是我们所抓到的 历史上的演变 的重要的一个线索 我想我说到这里 在这里停止 停一下 那么让各位 来看一下各位的问题 我们 对我就是到这里位置 你们可以这个 伸一下懒药 或者醒一醒 我们看一下各位 各位都问我的问题 谢谢 谢谢 郑老师 谢谢 郑老师 很容易 但是我希望你抓到就是 你的知识的底要够 你才可以走历史 又可以走到太空 真的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知觉上头 我想这几次的演讲 都是给同学看这个现象 那有哪个问题 你比较喜欢回答的 还是同学要 你们要现在问啊 还是我根据你们问的问题 郑老师 你好 我是华材系的同学 然后就是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像刚刚老师一直讲到 这个研究语言分布 这个部分 那我想要了解说 实际这样的应用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人造卫星图 然后在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打点 发现那分布之后 这样的东西除了发现 族群的分布之外 那这样的语言分布研究 还可以应用在什么东西方面吗 可以去衍生什么样的应用 谢谢老师 我们刚才所说的应用 就是从人的互动 语言的互动 开始来看人的互动 这两个距离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看到 整个历史上的演变 包括中言跟边缀 跟哲观的问题 这也是从我们的开始的 那么另外一个 没有谈到的 今天没有谈到就是 我们做这个有什么用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 国土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就是说 你现在 我们不是在做母语教育吗 你母语教育知道 这个小孩家里是 说民还是说客 还是说原住民 你有这样的资讯吗 没有啊 我们把它做出来才有 这样你做这个母语教育 小学分班的时候 你才有一个根据 你不能把小孩 客家的说 你学你的母语 分到闽南的 这个教室里头去 这是这个 实际的用法就是在母语教育上 我们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资讯 另外说到国土管理这方面 我们说到语言的多元文化 语言的多样性 同时是这个社会生活的多元文化 这里头包括语言的平等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乡镇 的明客杂局 那么我们对语言的计划 应该怎么样 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 要全台湾做出来的话 这语言的平等的问题 哪些地方是应该允许 什么样的活动 比如说在美国有些州 它就它的那个公布的东西 它是有英文跟西法养文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除了国语之外 是不是应该有官方式 是不是应该有闽南或者是客家 在某一个地区 是不是有需要客家 像这些都是一个语言平等 语言计划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我就提出这几点 那回答 这种时候我有个问题 或者很好 像你们去调查的时候 你刚刚也听到有一个人 他讲的是台语 可是你听得出来 他有南港的腔 所以如果他讲客语 可是他有个腔 你算他是敏的还是客的 我这样形象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们有一次去做你们这一代的新无乡的调查 有一个人 我们是跟他 我们之前很笨啊 跟他说 我们是中央人家来的 他就说 你们哪一个党的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投票吗 我们说不是不是 那你要我们投哪一个 我们说不是了 所以我们经常为这个奋斗 后来我就干脆聪明了 问他说 他就用米兰话 我们说 你已经走过了 他就用米兰话 或者说 用客家话跟他讲 他就说 后来我们就不解释了 我们就直接用那种语言 问他了解他们会说什么语言 那么碰到一个 我们用海陆跟他讲 他回答还是视线客家话 我们用视线跟他讲 他还是说视线 他海陆还是说视线 我说奇怪 信物乡没有那么顽固的视线人 怎么会有呢 我们在跟他讲 后来他承认了 他是从苗里来的 那么像这种情形 我们会常常碰到 有人在调查的时候 有人说 我们是米兰人 我们后来听 跟他讲 讲了别的 是他不注意的时候 问他说 你记住的时候 你跟祖先说什么话 他说 哎呦 夭壽啊 我逢K位啊 他因为祖先不会说米兰话 到他那一代才会说 所以他记住的时候 还说会说一些客家话 就是拜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会说嘛 说怎么怎么我们回来了 这种情形我们都碰到 我知识很好奇 我们当中我们是在 我们算是在客家村啊 中央大学 这里是 这名课都有 这名课都有 多少同学会讲客家话 从 有没有 记住我看看 太好了 就一个 就一位耶 怎么会 糟糕 还有没有同学 太好了 真的好宝贵 今天只有他 对 如果刚看到我们那个 郑老师给的地图 其实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学 郑老师会三种语言 然后再加上 不要讲英文 那其他的那个 可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要抓住 我现在问好了 搞不好他们都只会国语 会台语的举手 我看一看 很多 那也不是很多 那这边同学都没有举手 你们只会国语吗 你们课语当时也没举手吗 那台语又不会举手 只会国语 只会国语 哦 举台语 你呢 哦 语言要多学 语言真的 嗯 有同学问我说 就在书写的这个问题里面 说 我是 知道多少 语言啊方言 那我 我小时候会说 海陆客家 我家里说闽南话 我在杨梅念书的时候 是说 事件 客家话 所以这几个 我 大概都会说 那么我在2000年到香港去 教书的时候 我在那边 学到广东话 那么怎么学的呢 你们看看阿信的故事 现在也在演 阿信 阿信的故事 日本 日本片 对 现在也在 也在重播 我那个时候是 听的是广东话 我非常认真的 每天一定不放过 就把那个阿信的故事听完 听完以后我就可以讲广东话了 少来难,那特别从天外国面也没学好英文呢? 我是非常认真,我那个,我现在,有没有人会说广东话的? 有没有人会说广东话的? 没有啊,我现在要念字,念汉字的话,广东话比我的名的话好, 因为我那个,才自己写到一个广东话的字的输入, 我把好几千个字整个都打上去,每一个字的翻译我自己打过一次, 所以我写到一个城市做广东话的书,所以我广东话的读音我比较比名的话好, 是不是你学了很多很多语言以后,你比较容易长到一个共通性,然后再学? 汉语方言是这样的,对,所以要多学,多学了以后就学更多,这个意思? 可以那样说,那么香港的朋友他很客气,他说, 诶,没听过台湾人会说广东话的, 我说我是唯一一个怪哉, 他说我不信你是,不是香港人, 我说客气了,你这样恭维我,其实我有一些口音了, 我六十几岁才说的,怎么会没有口音呢? 但是他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诶,台湾人讲到这个程度很难得, 所以我是很认真的学,那个时候我是看很多很多电视, 我不知道电视里面说的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的语言, 我没有仔细聊,追踪他的电视的这个没落, 但是我注意到他的语言,我有很多广东话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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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机,大概是这样学的,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自己做过这个, 电脑的这个广东话的输入,的软件,所以我把它学会了, 还有吗?没有的话,我想,这个,这个,这个一个问题, 我从后面开始,我想请问, 院士对于现在许多年轻人患用的特别用语, 或是火星文有什么特殊的看法? 我说这个是制造这个语言的缤纷多彩,没关系啊, 对不对,这是语言缤纷多彩,过了几年以后, 这个火星文,在你的来说,这个火星文,等你长大一些以后,会消失, 或你进入社会以后,它会消失,但是年轻人还会出现这个, 像,在北京有些女孩子,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中学生啊,中学女孩子, 会,会把GCC,算是GCC,我们叫,团音变成坚音, 他这个,这个好像是一种流行的样子, 可是过了几年,他们又会不说了,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在中学,跟男生说, 你今生修想,他说这样,我们说今生修想, 他说今生修想,他这个把它GCC, 那么火星文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我想你们用一用,方便了,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过一段时间会消失,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喜乐哈, 一个问题是,说我到各处就学教书啊,可不可以分析台湾学生的特质, 你要听好话还说坏话,听坏话, 就是说香港啊,中国啊,大陆啊,跟台湾这样, 我的看法是,美国学生比较独立,他注重创意,这是很显著的, 他们写的作业,他们绝对是自己的想法,不是书本上抄的, 香港的同学比较注重实用,他进来第一年,他就问说, 我上这个课,对我以后找工作有用吗?他很实际, 为什么他很实用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最近要改成四年次, 他是三年的,所以他年第一年来,他就剩下第二年跟第三年, 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幻想,我们有四年也比较好处,第一年近年你可以, 这个,外想一阵,第二年把心收上来,第三年好好做你的学员的研究, 第四年你可以再考虑就业的问题,可是香港他时间太短, 所以香港人学生比较注重实用,他一来就问说, 我上这个课,对我找工作有用吗? 那么中国学生在语言学方面,他们受到太多的这个, 语料的收集的熏堂,所以他注重,就是, 语料他不怎么注重这个理论,不过现在也在改变, 台湾这方面,这个觉得,我同学像研究生这些, 嗯,独立思考这方面还有带加强的地方, 这是我的看法,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 他说我所是台湾,台湾大学中文,中文文学系所出身的, 这是对的,呃,如何看待现今中文系学生未来的发展? 这正听同学问的,我想,就中文系的发展,中文系的发展, 我们现在来跟,呃,清朝的学者来比,像王念孙啊,呃,王颖之啊, 这些,段义才,这些人,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他? 他们的古,古代汉学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 我们怎么胜过他呢?所以我们需要胜过他的话,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新的方法,比如说,从现在这个学们的这个, 这个专业,这个理论方面来看,像我们新的方法, 像拿地理资讯系统来做研究,一定要有新的方法, 另外一个要新的资料,过去的资料,他们已经翻来覆去, 翻过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哪里找资料?有啊,出土文献了, 我们现在过去有,传世文献,传世文献在,在清朝的学者, 已经被他们摸得太熟了,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能力, 摸得比他更好,但是我们有,最近半个世纪来有很多出土的文献, 像比如说,除简啦,像这个,青铜器灵纹啦, 这些都是我们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要新的方法跟新的, 要注意新的方法跟新的资料,这样才能够胜过清朝的学者。 有一个同学问说,中文系出生的,我们有什么地方能够赢过别人的地方呢? 曾经营同学问的,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 语言文字这个能力比别人强,沟通能力是比别人好的。 你在外面找工作,很多,很多这个公司里头的人啊,他告诉我们, 他说他面试的时候,他最要紧的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沟通, 这沟通好不好,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这是你们的中文系出生,这是你们的墙下掌握这一点。 这不只是在香港这样,不只是在台湾这样,在香港也是, 他们也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能够沟通的人,一个人不能沟通, 在公司里工作,是变成一个怪灾,好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将科技跟人文,这个语言啊,结合运用。 研究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这个方式呢? 还有请问教授觉得还有什么科技跟人文结合的应用发展。 我们过去应该这么说,这是李孟如同学说的,问的。 我们过去在计量方面做了一些,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看整个二十五史的用字, 就这个朝代,每个朝代他的史书所用的字, 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这里说的是七百,对不对,人际的活动七百。 我们所看到的是,每一个本书,每一个作家, 所写的书里头所用的字, 不管他全部是几百万字,四百万,五十万, 或者是二十万,都没关系。 他所用的字啊,不超过八千。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语言符号, 你人语言符号能够有多少掌握, 它有没有一个上限, 我们是不是语言符号是永远在累积? 不是的,每一个朝代他出来的书, 虽然他的那个当时的字典已经超过收的字好几万, 两万三万,可是一个作家所用的字, 就差不多八千个。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计量的研究, 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这个问题, 词的数量有没有一个崖边镜头呢? 我们说有个上限,所以叫做词要八千, 就是我们从计量上另外做了一个考量。 刚才那个问的问题就是, 在科技上怎么用? 有没有什么别的研究的呢? 我们说有啊, 这就是我们用电脑计算出字的数目, 从各个朝代的这个书来看, 古今的书来看, 这个字都有一个规律, 不超过八千, 所以我们提出人类对词语的认知, 它有一个上限,就是什么叫词要八千。 请问语言学研究, 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这陈彦福问的, 我们说血海乌鸦, 非常好玩, 是这样。 这就是一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对语言方面, 这么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 你们说, 这个是刘志浩说的, 这个语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枯燥的, 为什么你会那么有兴趣呢? 那我就问说, 今天的演讲很枯燥吗? 我们觉得这里头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东西, 虽然我说了说你们就睡着了, 但是, 只要听到一部分, 你想想看, 我们从人, 到一些,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到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距离, 这些我们看出一条七百公里的线, 这不很好玩吗?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时候的这个乐趣, 我们一看, 这条线是贯穿整个五千年的历史, 这不很好玩吗? 以前没有人提过, 这不很好玩? 郑老师, 你的学术路途从美国伊勒诺大学, 以三十多年的教学年职退休, 转到香港, 2003年从香港城市大学退休, 转到台湾, 2007年从中央研究院退休, 立即到台湾师班大学任教, 一般人退休以后就会享福, 好好享受人生, 而你却回到学术研究, 请问为何好像有绵绵不绝的热情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 想请教如何做到你, 做到选你所爱, 爱你所选, 李敏捷同学, 我说啊, 我的外号叫做劳碌命, 这就是为什么啊, 因为注定是劳碌命, 所以一直在做这个, 不过我刚才说过, 这个横跨两步啊, 可以看到的世界是冰封多彩的, 你只停在你的语言的部分呢, 就没有那么好玩, 但你看横跨, 横跨两步看一下历史, 看一下地理,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蛮冰封多彩, 这就是, 我, 这就回答你说为什么,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院士如何对学术研究常保热忱, 并视它为你休闲活动, 我说, 我这里有一个, 自己有一个, 写了一下, 两个字, 你们猜猜看这两个字是什么, 我写在这里, 我的回答是两个字, 你怎么对这个有这个热忱, 把它当做你的休闲活动呢, 学士, 我两个字, 猜到的人有讲哦, 有没有, 我写的好奇两个字, 好奇, 大概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某一件事情有个好奇, 这样才能够追求你这个我爹, 你没有好奇的话就, 朽木不可雕远, 你知道吗, 大概是这样, 就是, 对事情有一种好奇, 大概是这样, 我看看还有什么, 你们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继续问问题啊, 你们就想用偶尔的方式来问, 对, 如果没有的话, 郑老师, 你在选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下课吧, 这个同学问, 你认为学习一个新语言最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是说, 拿这个语言来教别人, 你就会自己学好, 你当老师的时候, 你就会把语言学好, 或者是, 我在刚开始学广东话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我太太广东话, 很大的勇气就是了, 不过你, 就是, 就是学, 然后, 那我知不足吗, 你这个, 教别人的时候, 你才自己把会学好, 所以, 这是叫, 这是学语言的办法, 你找一个人, 找一个替死鬼来, 教他你要新学的语言, 有一个同学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现在教育是极力推动全民英俭, 而不是推动国内语言的学习, 这个问题啊, 我想要解释一下, 就是行政院, 几年前在2002年, 提出一个叫挑战2008, 这是一个国家发展重点计划, 2002到2007, 他这里说, 要营造国际化生活环境, 提升全民英俭能力, 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新善环境, 整合政府与这个民, 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 推动建制公共标示双语化, 就中文跟英文, 重点地区服务设施现代化, 改善英文资讯不足的现象, 政府和民间的资讯网站同时提供英语版本, 以方便国际人士认识台湾各个层面的实况与发展, 在国内教育体系内则扩大英语等外语教学和学习机会, 强化语言学习设施, 大学和研究机构更要落实国际化目标, 包括专业科目的英语教学和修习规定, 以及招收国际留学生和奖励本国学生出国留学。 此外呢, 有建议出国旅游及资讯流通数量增加, 国家更应借此强化一般国民的英语学习 与国际文化的了解和交流, 目标在于促进台湾成为一个适合国际人士和各种资源的交流中心。 这就回答为什么我们在做全民英语解, 因为行政人提出这样一个挑战2008这个关系。 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要对自己的中文要加强的这个培训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有些同学中文是不好, 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写的作文, 他本来要写一尘不染, 可是他怎么写呢? 他说姐姐非常努力, 一早醒来就扫地, 从家里扫到, 从里面扫到客厅, 从客厅扫到屋外, 从屋外扫到路上, 扫得一丝不挂, 可以吗? 可以这样吗? 可以少得一丝不挂吗? 是少得一尘不染是吗? 所以小心哦, 不要一丝不挂。 这就是我们国语需要, 程度需要提高的地方, 不只是英文, 英文现在全民英语解, 大家政府在做, 但是你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语言学好, 或者把它练好, 不要一丝不挂。 学生的作业有一部分, 送给您做纪念, 到时你再看看他们的中文好不好, 是不是一丝不挂这样子。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 非常谢谢周老师, 也谢谢各位同学参与, 我们再一次鼓掌, 谢谢郑月市。 谢谢。 谢谢。